海鲜国小校园礼堂再加二 台中市府积极缩小城乡差距 推动给孩子一个礼堂计划 那么沙路区陆丰及陆阳国小都在计划内 市长卢秀燕主持开工动土 预计在115年完工 要让孩子们可以不畏风雨快乐学习 第一场开工是你 精彩一下海鲜教育新里程碑 为孩子圆一个礼堂梦 陆丰陆阳国小礼堂联合动工 将近70年来学校只有校舍没有礼堂 事实上台中市是县市合并的 那原县区大概都是这种情形 所以台中市整个台中市呢 我们的学校有礼堂的大概只有五成 那我上任以后我觉得这个状况要改善 因为我们必须给孩子健全的 这个学校教育的环境 那所以有校舍也要有礼堂 这样的话刮风下雨太阳大 他们还是有办法进行班级以外的课外活动 杀戮人口不断攀升 为了让孩子就近上学提升学习环境 市府投入上亿元经费 新建礼堂让海线学生 不论刮风或下雨课程活动不受限 这个活动心呢它是多功能的 所以我们小朋友可以免去在日赛雨林之苦 可以有室内的空间 可以上体育课 可以做集合 可以办任何的才艺的活动 甚至举行各项的比赛 平常还可以提供给社区使用 陆丰国校将新建地上两层龙建筑 一楼规划五间幼儿园 中经费一亿1206万元 除了提供师生活动空间 也将满足当地幼儿教育需求 而目前还在新建中的陆阳国校 礼堂主体工程以及设备经费 共一亿640万元 活动中心可以提供很多室内的运动场所 也可以提供集会的场所 减轻很多空间上的压力 两所学校的礼堂都预计 115年完工将带给海线学址 一个优质的教育场域